這位帶來直擊 有少年騎車雙載不緊 沒戴安全帽 還大喇喇吵著名賊施放鞭炮 這巨大聲響 讓停在門外的車輛警報器大作 住戶快被嚇壞 警方尋現逮嚴 沒想到只是少年無聊 一時興起 巨大聲響伴隨橘紅色煙花 瞬間炸出大量白色粉塵 停在門外的汽車警報器大作 斑炮雙峽垃圾一丟 騎著機車就跑 完全無視下載的巷弄內 還有人 隨意釋放鞭炮行徑相當惡劣 撐到有兩台車 類似好像在這邊 在找人 他這樣繞來繞去 其中我聽到說 他在找某某 不知道在找誰 聽到摩托過去之後 就聽一聲蹦 很大聲這樣 蹦一聲這樣 我想到整個縫人 你從沒來 哪有這數字啊 事發地點就在 新北市三峽的常泰街上 而案發的時間呢 是星期五的下午三點多 當時呢這個巨大的聲響 吵醒許多正在午睡的民眾 紛紛出門查看 以為有人要尋仇 警方貨爆後 立刻調閱沿路監視器 尋現逮人 不了兩名嫌犯逗案後 卻公稱會放炮 只是因為好玩 無聊一時興起 浪費社會資源 也讓警方疲憶奔命 就一直在問家為常報道